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恐怖啊 还好啦 最惨的是十文字切 你是要挨上十刀吗 你当案板剁肉呢 十文字切是先在肚上横切一刀 再竖着拉一刀 划出十字形 你想象一下是不是想吐 想吐 好啦好啦 切完的人要是还有力气的话 再给心脏或是喉咙捕一刀 好死得快一点 要知道切副是不会马上挂掉的 自然要熬五六个小时 传说的神风之父大席龙之狼 耗了十五个小时才去见山本老贼 老妹 你说这日本人怎么干什么都那么腻歪 就连纸杀都托你带水 还不都是迷信惹的呗 从很久以前 他们就相信人的灵魂和情感都住在肚子里 骚 切副可以释放灵魂 展示勇敢和真心 顺便震慑一下敌人 怪不得日本人那么中二 都是有遗传的 还有呢 切副是武士阶级才有的福利 一般小老百姓想切都没有录足 而且武士一旦切副生前无论做个什么 都一刀勾销 妥妥的洗白神器 我去 哪个人才发明的 传说在平安时期 有个叫藤原一的贵族 白天人模人样 晚上杀人越货 冬床事发之后被关注围捕 此之难逃一死干脆 当着一帮子人的面切开肚皮 与此前还把内脏掏出来扔向官柴 在场的人哪见过这个阵仗呢 一个一个扶起的一塌糊涂 老妹你的意思是 这个杀人犯是切副之主 到了平安末期 袁赖正在与之川战败 为了掩护领导跑路切副之计 他自己肯定想不到这一切 切出了何调 之后的五百多年 高阶武士一个一个有样学样 切副也就成了一种武士文化 到了江户时期 受夜饮的熏陶 切副简直成了武士圈的家常便饭 他们战败了切 引责了切 心脏了切 冤枉了切 博出位也要切 巴巴的切个三生三世 好任性 只是任性 他们还搞了一套切副仪式 他的接错人硬生生看了 恩道都没有成功 最后换了个人才算了结了 想想都痛 废话 冰之维新之后 武士阶级被取缔 切副的也少了 不过二战后 不少打了外战 和新年崩塌的马路 又祭出了切副大法 法西式主义害人啊 可不是嘛 好在现在没有几个人 切副自杀了 哈哈哈哈 我知道为什么 嗯 本宫听着呢 日本人天天忙着加班 哪有时间切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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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